对不对 就是两倍嘛 就开来回嘛 差不多 我头发都白了 我能53了 能不白吗 那么 他为什么去武汉呢 是 他有一个朋友 好像是17号结婚 老唐正好呢 带着孩子过去放途放途 老唐 所以呢 就是 也跟我讲 孩子这个表现得还不错 就是继续努力吧 就是老唐 是这个意思 老唐 那么老唐呢 这次呢 唐华健和唐华康坦白说 我认为是现象级的表现 我认为 就是我从来不会偏袒哪个孩子 我不会偏袒 就即使说跟我说的 就是可能聊的多一些的人的孩子 在我眼里也和平常不跟我交流的孩子没有区别 我只看厂商表现 那么我觉得这一次唐华健和唐华康是现象级的表现 是现象级的 那么如果说你一定让我回忆过去五年 是哪些孩子身上曾经有过这样 那我认为就是旷转雷和 吕梦阳 就是旷转雷和吕梦阳 他们在某一个阶段 所能够展示出的水平 就是现象级的 你比如说小邝 他在德国和老二在奥地利 对吧 这个表现我认为都是现象级的 都是现象级的表现 都是现象级的表现 那么两年前 也就是说111的这个队 他两年前此时此刻呢 我们在踢超级少年 有人总要说是就是观光占秦琼 就说现在的11跟两年前的09比起来哪个队更强呢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一定是09更强 一定是09更强 但是11孩子的就是他的特点 或者叫纯天赋要高于09 但是你要一定问这两个队哪个队强 那一定是09的强 就为什么呢 因为两年前我们在打谁呢 我们在打08呢 就是我们是在超级少年上全胜 我们赢的是08呢 也就是说 小匠这个队 11在济南夺冠的这个队 他赢的都是10的队 但是他现在赢的都是11的队 原因就在于呢 09那个时候已经经历了12次出国 白场的国际比赛 以及在国内连续三年的全胜 再加上两年的一年多的核练 他主要是高在这儿 他并但是论个体球员的天赋和能力 那一定是这个强 一定是 就是我在看 当我看到金泽宇 张令燃 唐华健 唐华康的时候 就是我包括小便 我能感觉到就是他们 要比当时 两年前的09的同样位置上的队员 要更具有天赋 就更不是天赋 就是职业范 就职业 你明白吧 就这个人是干着的 这个张令燃呢 以前是恒大的 他叔叔是车友 对吧 他叔叔叫什么名字来了 他叔叔叫 是什么珍徐还是什么 反正是 他曾经在大概两年前 真诚 对真诚 真诚 真诚真实 他曾经两年前呢 就给我 发过信 他说董老师 他说我侄子 从恒大回来了 然后 叫张令燃 他说 很希望 有机会呢 去这个小将 去 去试试 我说好啊 对吧 那么 他给我发来过 这个孩子当时 在恒大的一些比赛的片段 我当时就觉得 我说这个孩子 他是干这个 就他是干这个 这个孩子 确实表现得非常出色 而且大场面球员 今天决赛 帮帮帮帮 三个 对吧 帽子戏法 而且这个这个孩子的 基本上的踢球是非常合理的 上身体 然后硬度 包括身体条件 包括技术历史 这个孩子 而且这个孩子未来呢 有很多可能性 他可以打后腰 没有问题 他现在打的是 他现在打的是 日鹏让他打的是 左边 左边风 他身后是 唐花 唐花炕 但这个孩子的未来呢 是 是 走 踢职业 只要平稳 但是这个孩子 踢职业是 可能性非常大 对张灵然 还有一个就是金泽 金泽宇 这个金泽宇呢 曾经到过基地 有一次周末来 跟小将一块合着 然后打什么比赛 我在旁边看了 我跟他爸爸也交流了 这个孩子 往那一站 我就知道他也是干这个 他是干这个的 这个孩子拥有着非常 和年龄不相符的成熟 就在中位位置上的 这种成熟 他呢 他呢 就是他来在小将提比赛 他没有完全放开 他害怕 因为他怕失误 因为他跟 这是第一次跟小将比赛 所以我能看出来 他有的时候 他的防守 基本上属于保守 就我先把位置站住 比如说他对手的中锋出阶 他基本上不跟 因为他怕跟了被抹了 比如说他跟出去了 对方表然给他抹了 或者是他跟出去了 对方一坐 再打身后 边风一插 他这个位置就漏了 你看吧 这个阵型 对不对 这个阵型 金泽宇是打的这个位置 他有的对手啊 他就出来了 出来接了 出来接呢 他没有跟 因为他怕跟了之后 因为他怕跟了之后 如果对手啪啪一抹 就进去了 或者是什么呢 他怕什么呢 他怕这人一坐 这有一保护性接应 如果这俩中位没收 这俩边位没收 这一坐这一打 这就下去了 他的位置就没了 所以他基本上是 行了大哥 你来吧 你转身吧 你转身吧 你转身 我不让你过过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两个边位 再一收回来 他也打不透 所以他选择的是一个保守的 处理就的方式 你说有错没错呢 我认为没有太大的错 没有太大的错 因为这是一个没有整体的队伍 就如果是一个核练的队伍 中位抵住这两个边后位 能知道收 那他可能能胆辣点 对吧 另外一个呢 他可能也想的是 就说 我先不让你 我位置不丢 哪怕你打透了边 我还能补 就他对自己啊 还是比较自信的 就说 我宁可 就说我出去 我要被你过了 或者我身后位置丢了 那有可能 我就不在这个岗位了 我不在了 那出事了 我就管不了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先在这个位置上 哪怕别在这漏了 但是有我在 我把它处理了 黑子来了 黑子说什么来着 小将的商业价值马上会开启 我不知道你这商业价值提的是什么呢 是你是给我的什么呀 你是给我赞助吗 还是怎么着 那么 那么呢 你说这个方法对不对呢 是 是 没有太大错误 但是呢 实话说 就假如有和联 是这个是不能这么提的 必须得跟出去 因为你跟出去 你给对手压迫 不让他转身 那么他只能是回敲 那么有可能他稍微一年 你的后腰一回来 就给他捂死了 对吗 他接球 他出来了 他接球 你出来跟 不让他转身 不让他转身 这个人再一过来 这不就断了吗 对吗 所以 那么 这就是没有和联 这就是因为没有和联 也不熟 所以这个孩子选择的是 我 我宁可保守一点 我把位置先站住 你转就转吧 反正我不让你过过 你要传呢 我好歹还能补 他是这样 但其实这个呢 从防守角度来讲 可能影响不会太大 但是呢 其实对攻转手 对手转攻 其实影响比较大 就为什么小将有的时候 打对方比较费劲 是因为你没有更多的中场抢断 你只能在后边断 等你后边断 你 你想往前打 对方哗哗一收 你就失去了 转换的这个速度 因为你离球门远 假如 朱小将 就是这个 合练了之后 有更多的中场的断球 直接一塞 一打 那就是另外一个层面 知道吗 是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说有的比赛 我们可能 就是小将先打个2比0 我跟你这么说 10个都可以 没问题 就是从实力角度来讲 打10个都没问题 但是为什么会打成2比0呢 这就是 有的时候 比方说这个 有机会没把握住 还有更多的 现在这个队 他根本表现不出来是整体 就他很多工作都没做 但是你认为他很好 对 是因为每个孩子都展示了自己的才华 明白了吗 就他是属于那个battle 就是就是跳舞 对吧 每个人上来咔咔来一段 非常厉害 对吧 最多俩人逗得鸡 但如果说你说来一会儿团体操 他们就干不了了 那就乱了 所以你记着 作为小将一 就这些人 三个月 如果能在一起三个月 练50堂课 或者60堂课 就坐地 整体实力 踢30%是没有问题 真的 你相信我 我对这个东西还是有感觉的 我知道什么东西是可以练的 什么东西是练不了的 而他们现在已经具备的东西都不是练的 他们展示出来的全都是才华 和教练的引导 不是练出来的 但是正确的引导 鼓励心理的作用 和一些正确的一些方法 这是没问题 那么他们缺的是什么呢 缺的是可以练的 这怎么太厉害了 你记着 如果你这个孩子或者这个队 缺的东西是可以练的 我告诉你 这就是幸福 你明白吗 就是你缺的东西是可以练出来的 不能练的东西我都不缺 这就是幸福 这就叫幸福 一边说你缺身高 那这个事就很难办 你们身高能练出来吗 能练出来吗 身高是练不出来的 对吧 对吧 所以每个人生活当中可能都有拥有和没有的 其实每个人都有没有的 在某一个阶段 但是有的没有的是可以拥有的 有的没有就一辈子没有 如果你 如果你 你现在没有 但是你通过你的学习 或者是你的创造 最后可以有 这就叫幸福 你现在没有的 你一辈子都没有 这叫痛苦 这叫悲哀 do you understand do you understand this is the problem in the international 好吗 一一为什么不集训备战 我个人觉得 一一打这个2034杯 就是一个体验 我再说一遍 一零打2034杯 能够最后拿第五 当然了他三场淘汰赛全都是点球获胜 但是你别忘了他面对的都是职业体位 幸运星上岗深圳 零九 包括小零八 结果一零给他们三个圈也干了 这个有赖于点球的技能 包括门将的发挥 主射队员的这个能力 他更重要的就是 一零它是有一个整体核练的 一年多的基础 两年了吧差不多小两年了一个基础 就防守靠组织 防守是可以练的 进攻不见得能练出来 你听懂了吗 防守一定是可以练的 这就是为什么说世界上有很多的 名不见经传的队 凭借防守反击战胜了不可一世的豪门 因为防守是可以练的 但是进攻和练有关系 但是其实更多的是有赖于 你的这个对手给不给你机会 以及你的个人的能力 在某一个瞬间的爆点 就攻击就可以了 比方这球起来 禁区里边有二十个人 这球起来了啊 禁区里边双方一共有二十个人 但是在那个点上只有两个人 一个叫范黛克 一个叫范德彪 你告诉我谁赢 范黛克赢 范德彪 输 在那个点上就他俩 剩下的十八个人 其实跟这件事没关系 你看着他在那 在旁边看着 那记定格 但是那个点上就是范黛克在这 范德彪在这 范德彪拿脑袋 嘣頂进去了 就范德彪说了 能明白吗 我这么讲足球 你是不是没听过 没听过吗 就很多人是球盲吧 承认自己是球盲吗 就我把这些东西深入浅出 我说完之后 你是不是觉得原来你挺懂球的 后来你发现你他妈真不懂 你就是二级管球盲 对吗 有没有这感觉有没有 小黄车 没了是没了 小黄车不应该恢复了 来了 真不惊念的 小黄车来了 看见没有 哎呦我天呐 庆祝小黄车 哎呦我天呐 23点33分 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小黄车 小黄车来了 哎 哎 又没了 哎 又来了 哎呦我天呐 哎呦我天呐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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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块九 十二块九 九块九待遇 先下 给我先下一千单 来吧 好吗 九块九的待遇 先下一千单 快点 我现在看啊 咱们到了咱们就咱们就接着晚上聊 好吧 明天反正上午不训练 踏实实 咱玩 好吧 我给你讲讲 我给你讲完了 你就 你就能够那个 老唐在这吃鸡呢 老唐这镜头都花了 是不是泪水沾湿了 好现在啊 九块九的待遇 咱们把数据拿出来啊 现在是九百九百九百一十二 今天 好吧 今天三万到三万 咱就聊 接着晚上聊啊 咱们就先休息休息 好吧 不行你就点赞 说你没钱 暂时不不喜欢 没关系 你就点赞就行 好吧 咱们放个歌 然后我去 哎呀我走了 是不是有些观众会走呢 我来说 我来说 怎么会走呢 你怎么会走呢 你怎么会走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